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才刚刚访问大陆 不过在13号再度在东协外长会议 跟代表大陆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来会晤 这次会面布林肯主要强调说 要重回巴厘岛的议程 维护台湾海峡和平跟稳定 也希望两国之间的合作 能够保持自由开放的态度 能够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 而王毅则是表示说 要求美方不要干涉台湾的问题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要求美方不得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停止对华经贸和科技打压 取消对华非法无理制裁 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中美应尊重地区国家努力 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避免将争议和复杂因素引入区域合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 美国演员工会在周四宣布协商破裂 预计16号正式启动罢工 那工会发表的声明说 跟主要的制片公司 以及串流平台等资方代表谈判无果 谈判委员会一致建议罢工 美国演员工会的会员期多达了16万人 一旦如果加入已经罢工70天的编剧行列 好莱坞将面临全面瘫痪 而这也将是60年以来 美国首次编演同时大罢工 美国总统拜登 他表示说乌克兰有朝一日会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但在乌克兰仍然跟俄罗斯交战时 其实就不可能发生 那拜登还声称 俄罗斯总统普丁已经输掉了乌克兰的战争 莫斯科的当局资源短缺 陷入了经济的困境 另外来关心这回美国总统拜登的欧洲行 除了在前往英国时在下飞机之际 出现了怪异举动 在12号参加北约峰会 一连两场演说都出现了严重的口误 甚至还因为不明的原因 取消了出席北约领导人婉宴 目前他的身心健康问题 在投入连任选举之际也引发了关注 拜登刚走下飞机阶梯 他对着空气围举双手 还微微蹲低 似乎想要跳跃展现体能 但后来又神社自若笑着走下楼梯 诡异举动再度引发讨论 而除了行为怪异 拜登两次演说也都发生尴尬口误 原来拜登是把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first name 口误成俄罗斯总统普丁的first name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当拜登口误的一瞬间 意大利总理美洛尼当场 瞪大眼睛转头看着他 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也同样转头盯着他 两人的震惊完全显示在脸上 拜登第二次口误是把俄罗斯 和乌克兰搞混 居然说俄罗斯应该停止攻击俄罗斯 即使拜登口误 但很快修正了自己的说法 但他还是缺席了 北约领导人峰会的开幕晚宴 同样引发关注 白宫工作人员解释 拜登除了公务还有演讲 需要准备显然拜登真的累了 但拜登的口误越来越频繁 6月16号他在康奈尼克州演说时 以天佑女王来为他的演说作截 但这分明是英国的传统爱国口号 拜登不但仍在美国 而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早就在2022年9月逝世 让人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在向谁喊话 拜登近来时常因为口误 或令人费解的发言引发讨论 健康问题在竞选连任之际 被受外界关注 记者高佩玉综合报道 乌拉贵人正在越国边境 进入阿根廷购买 这是廉价食品跟燃料 被当地的人封刺为超市观光 那主要的原因是为 阿根廷正面临超过了 百分之百的通货膨胀 货币大幅的贬值 而今年以来呢 比索对美元汇率 已经贬值大约四分之一 这也使得邻国没有办法 跟阿根廷的价格来做一个竞争 因此乌拉贵人干脆跨越了边境 到阿根廷境内 抢购价格低廉的食品 这同时也增加了 邻近城镇的破产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